这一个是自动压盖机的开关 这边这一个是它的节气 现在是触摸主界面 刚进来的界面 这是英文和中文 这个是英文 这是中文 现在我们进入主页面 主页面的界面就是这几个 这是手动 对这是自动 这是手动 这是参数设置 这个是电影 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它的参数设置 参数设置这里是没有密码 这一个是手动输送速度 这一个是输送自动速度 这一个是输送启动延期 这一个是工位测误时长 这边这一个是下定位气缸时长 这一个是上定位气缸时长 这一个是灰盖气缸时长 这一个是压盖湿器时长 这一个是压盖气缸时长 这是二气压盖时长 这一个是工位测误过力 这一个是阵痛含测误时长 这一个是剔除气缸时长 这一个是剔除检测时长 这一个是阵痛含测误时长 推盖气缸时长 这一个是压盖湿时长 这一个是压盖气缸时长 这一个是二次压盖时长 这一个是工位测误过力 这一个是阵痛盘物料石头 这一个是阵盘南亭复位 电源检测 电源监控 电源监控一般都不需要我银 我们只是用来监测电源的那次状态 比如说 这是感应到的 现在我们来介绍一下怎么切换产品 换线的时候我们该怎么调节 首先我们要调节这个宽度跟这个物料一样 这个位置呢 以这个电源为 这个电源 对照上来 刚好到了产品 调节两边宽度 调到合适 然后调节这一个 这一个 这边也要调节 调节这个的时候呢 我们要看这边 过来的时候 这个电源 你检测到 这个物体为生 这两边留了遗憺 尽量保持冷潮 这两边 看到这里 这些档板 我们也要调到行事的问题 这两个档板 这个是剔除气氧的电源检测 我们也要调节 适当的调节它的位置 好了 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怎么切换产品 当我从这一款产品换到这一款产品的时候 我们是要调节怎么调节 首先我们要进入那个手动界面 选择输送单次定位 启动一下定位也算是可以提供 还有压盖器的 现在我们来看这个面的重合度 当这个面 这一个圆跟这个圆 刚好差不多露的 差不多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了 第二个工位也是如此调节 当我们切换每一款不同的产品时 我们都要手动去看一下它那个位置合不合适 当我这里的位置不合适的时候有好条件呢 一般情况上我们都是来 是调节煞定位其他 当我这里升起来高度不够的时候 我们需要把它往后退 这个往后退 把它关掉之后往后退 这个 我们用搬手把它拧松之后 拧松之后往后退就可以调节 它的高度前后高度 这是不同产品之间是如何切换的 介绍 好我们介绍 同一种产品的不同程度是有好 我们只是调节它的导谷关注即可 我们的产品放的时候 尽量要靠这个面上 当我们从中产品换到小产品的时候 我们需要砸装一个物体 这个需要砸装在二次压盖这里 这是一号工位的 二号工位也需要砸装 不同产品我们后面这里也是需要 这个电源的位置最好是留30分钟左右 当我们签换到短产品的时候 然后这个电源需要往这边 每款产品 电源产品之间位置留30分钟左右 开完机进来就是这个界面 这里自己也选择 这是中文 每次开完机 然后要完标 我们都要调节标 首先我们选择这个单次出标 看一下它的出标量 这个出标量还差那么多 我们要调节 调节这一个电源位置 第一个总体 这是个电源源的 οι你聊天 Indigenous 岀禄 这一片 美更紧 一切 珍表示 所以 这个抽标尽量 这个标跟这里平 跟这里平 现在我们来介绍一下手动界面的这个按钮 这一个是起料牵引电机 也就是这一个 贴标输送电机 这一个是 这一个是起料气高 起料吸气 这是吸头 单级出标就是 它已经进去除以单标 点动出标 就是 是蓝亭气缸 蓝亭气缸 蓝亭气缸 这个蓝亭气缸 这个是这个蓝亭气缸 手动界面差不多就介绍完了 现在来介绍一下自动 自动界面我们要 如果让线正常运行的话 是要常备要开完的 这一个是取料输送电机 这一个 PF标迅送电机 牵引电机 副标部分 启动停止 复位 技术清零 技术清零要按下三大五秒 它才会清零 自动部分就介绍那么多 现在是参数设置这里 参数设置这里是没有密码的 这一个是手动出标速度 就是我们按手动的时候 这一个出标速度 第二个是自动出标速度 这一个是取料湿气沿湿 也就是这个吸嘴吸取物料的时长 取料复位延时 测误过滤延时 副标难停延时 牵引故障时间 切料故障时长 贴标延时 这些参数我们都是都是不需要改的 就算是更换产品也不需要改 现在我们来介绍一下油盒 油盒切换产品 这款产品我们需要调节 它的档板的位置 每款产品的档板位置都不一样 我们要根据每种产品调节 它的标的高度 档板的高度是用这一个 这个波标板跟物料的位置 流出一到两毫米是最为好的 现在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出标 位置有何调 由于我们每款产品的长度都不一样 我们如果想要调节标的位置 出标的位置 我们就得调节这个电源 这个我们要看它出标的位置 根据出标位置来调 每款产品都不一样 长短不一样 它的出标位置就不一样 现在我们来说一下 如何保证 如何保证这标的精度 由于我们每次换标签的时候 都会导致标签会有一点的倾斜度 或者贴标位置不正确 比如说出标有点斜 我们就需要改变调节 我们就需要改变调节一下波标板 波标板就是这个 我们松掉这四颗螺丝就可以调 或者由于它的倾斜角度过大 我们就需要调节它的底板 这个这个螺丝跟这个螺丝 四颗螺丝松掉就可以调 但是我们现在基本上已经调好 所以说我们每次换产品的时候 基本上只是要调节这一个电眼 电眼位置即可 还有这一个标的高度即可 这边是起料输送 这个起料输送我们要根据 这一个热缩炉的速度调节